制裁的供應鏈 移動我們的經濟 尤其是中國的經濟 從中國的經濟 所以我們沒有必須 去中國的政策努力 這裡的經濟 你會有大量投資 希望台灣也會有非常活動的動作 海律賓單路審偏鄉城市 斑斑市的市長郭華平 這位鄉下華裔人士不僅牽涉 非法線上博弈園區 主要客員是中國人 竟然還曾經擁有直升機跟豪車 資金來源解釋不清 更怪的是他17歲前 身世一片空白 沒有就學紀錄 彷彿橫空出世 被懷疑是中國派來 滲透菲律賓的政壇間諜 還驚動小馬可氏 要求移民局徹查他的身分 那是我的媽媽 誰是這個男人的妹妹 誰是這個男人的父母 好 菲律賓北伊羅哥省首都老臥市 市長是現任總統小馬可氏的表哥 年紀大塌三歲 那是1981的西方法院 好 那是在這裡 BBM有任總統小馬可氏 現在是總統小馬可氏 現在是總統小馬可氏 也有任總統小馬可氏 也有任總統小馬可氏 然後我也有任總統小馬可氏 北伊羅哥省的省長 Matthew Marcos Manatone 則是現任總統的外申 省市各級政府民意代表 幾乎全是馬可氏跟 岩英家族的天下 菲律賓是一個非常政治的國家 而且家庭在菲律賓非常強 最主要原因 這個家族出了兩位菲律賓總統 這是馬可氏的圖片 這是媽媽佛西法 董瑪亞諾 Sir Pacífico 然後Ferdinand E. Marcos 這是Ferdinand E. Marcos的圖片 那是他 現任總統的父親 菲律賓馬可氏 就在北伊羅哥省出生長大 經歷牢獄之災 與大戰洗禮 竄身政治明星 掛滿整命牆的車牌 代表他做過國會眾議員 參議員跟參議院議長 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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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總統競選小物 紀錄他開啟21年的總統之路 雖然獨裁作風留下正義歷史評價 仍在這裡刻下家族印記 菲律賓西北部的北伊羅哥省 是馬可氏家族的發起地 到現在都還掌握當地政府要職 此地面向南海 鄰近台灣 也對他們的觀念造成影響 ni even though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Philippines Sea where the Chinese are they are not respecting our territorial borders and this is why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Philippines stands up and this is why we welcom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北伊羅戈省緊鄰南海 自家漁民遭受中國打壓 這口氣就是吞不下 但是前總統杜特蒂 來自菲律賓東南部的打卯 面對著太平洋 人類就對中國施行綏緊政策 換取一帶一路投資 並試圖緩和中國在南海的行動 結果中國海警第一次用水砲 對付菲律賓海巡舰 就在杜特蒂的徐振末期 就說你會在桌上 因為你基本上下降了一大盤 你的聯繫與美國 所以他就努力了 菲律賓徹底對中國死心 青中原美电抗中与美日召开事务前例的三方峰会 拉动欧洲国家重新布局国安战略 Obviously, they want the three countries and so are others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is regio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remains free, open and rules-based. Restructuring the supply chain, moving our economy, especially the Philippine economy, away from the orbi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So there's no need for us to export those strategic raw materials, minerals to China. Rather, there'll be process here and you'll have massive investment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I hope Taiwan will also play a very active role here. 强化自身军事力量,首先要重振经济, 跟中国锻炼脱钩,减少依赖, 让地方经济受中国影响之深,成为国安破口. 例如菲律宾丹陆省偏乡城市斑斑市的市长郭华平, 这位乡下华裔人士不仅牵涉非法线上博弈园区, 主要客源是中国人, 竟然还曾经拥有直升机跟豪车, 资金来源解释不清. 说菲律宾当地语言, 人带有外国口音, 更怪的是他17岁前身世一片空白, 没有就学记录, 仿佛横空出世, 被怀疑是中国派来渗透菲律宾的政坛间谍, 还惊动小马可氏, 要求移民局彻查他的身份。 她不是唯一的, 所以有可能有更多。 中国的行为, 节目的行为, 发展到其中间变化, 其中间的关注重点在各方面的国家。 我始建了很多年来, 我是说, 他们经常被远处出, 远复到跟中国的法律的腾部, 特别是当中国的腾部, 当时是最大的门战争的战争, 我认为, 伤害或忽略的組織 都變得很擔心 中國觸教深入非國相間 在菲律賓挺身對抗中國的氛圍下 開始受到民國檢視 人民或許不是真的反中 隨著兩國關係交惡 也開始出現猜忌裂痕 出現猜忌裂痕